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飞匠为您带来的熊豪灵魂在前的一些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较EF的战队城对RB的海哥 看一下双方精彩的诀 看一下啊 EP是一出两问 而P两主一问 首发卖着对战小草 这是米草啊 或者说克隆草 好 现在点下盘 但是EP防得很稳 哎呦 这海哥 感觉开局这个角色优势并没有张显出来啊 或者说战队城有点猛 开局状态非常不错 拳脚 好 原地只是高跳CD对手RB的闲小跳奈洛 高打低 反鞭泽 一下就没 对吧 确认一条PC就可以带走 看海哥这边 好 六B强行顶下盘 漂亮 轻件操作 对吧 这一手灵势直接怼 这小草或者说草剔 这一手六B取消下行脚的PC呢 特别难猜 看这手双龙循环失误 双龙 哎呦 这下什么操作没看懂 但是还好对手来不及确犯活捉 漂亮 哇 这时光荣染啊 日月穿梭 这一局竟然结束这么快啊 看下战队城这边 二伐出场的八神 这也是他选的主力 没错 运气不错啊 这局随意到新加班 还看到这手络维币躲开RP的正义泽 大招奈洛被躲开以后 葵花点回针 漂亮 对手RP海哥的落地发呆 明显是没猜透啊 或者说被战队城的反应速度惊到了 这速度太快了啊 在空中呢 就看穿了自己的落点 看一下双方八神内战 嗯 跳地向空 海哥这边疯狂进攻 感觉那时候这边步行不慢 防得很稳 这下双方位置互换反压制一波 看海哥能否稳住 还漂亮跳C 跳出的姑息 应该不失误可以一跳带走 这下海哥 眼淡稳不稳啊 哎呦 前些还想跑抓卸风吗 这下想太多了吧 战队城一波C统化血 看海哥这边 知性攻态势 很凶啊 这八神 来 战队城 跳A高打低 呃 醉花意识 很紧张啊 哎呦 海哥 那这八神为什么这么凶 天呐 打出了手机的感觉 双方都剩一丝鞋 时间一分一秒流失 好的跳A责重 我捉带走 隐藏 哎呦 隐藏 多隐藏 漂亮 哇 这两个人会吓一跳啊 这一瞬间手速都这么快啊 很秀 是吧 都是顶级高手 看一下海哥这种玛丽 玛丽 战队城这边虽然残险啊 但是找到节奏还能识歌对手的 战队还是要小心 好吧 但我没说啊 那看下一回合 战队城这边最后一个机架 翻 来吧 新馆长 双方都是中分啊 都是小黑子 下不下来责重一套 BC开启 走 嗯 完 哇 这一套是要无一套带走吗 无限连 好家伙 但伤害感觉不够 嗯 呃呦呦 这连段怎么失误了 好吧 看一下海哥能否抓住这波节奏 哎呀 没了 那看下一局 几分1比0 嗯 这局战队城K带 还有安迪啊 这两个角色一般一般 重新随机一波 可以 哎呦 海哥这手随机到老卢 哎呦 运气不错呦 哎 再守发安迪对老卢 双方发色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头发 是吧 不同颜色的皮肤 不同颜色的头发 嗯 超CP过波 看海哥这手卢卡尔 哎呦 怎么显得有点被动呢 不想清楚 这手超杀近身 这可能就有点类似 九七八神陪花以后的新原因 对吧 用以快速近身去压制对手啊 或者进攻 这手好 把一套带走 看来海哥这手老卢呢 在战队城面前还是有点稚嫩了 可能是平时没练 没错 在海哥这手八神 他的八神可是有目共睹哟 狂攻流 是吧 很有自己的特色 但这手逆向被劝 还好没有被形成BC 嗯 八神开始了 连跳进攻 但是每次跳呢 都有可能是安全跳 或者进攻跳啊 需要防守者呢 去自行判断 一旦判断食物很有可能被揍 但这下找到机会隐藏取决根 漂亮 海哥这手八神也被斩落马下 看来站在城这手安迪是绝活呀 可以的 我没想到啊 绝活哥 看一下玛丽 好 跳低 这叫跳中攻击骑士BC 但伤害感觉 够了 够了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八神对玛丽 嗯 哦呦 这种黑花单点BC 啊 很细节对吧 担心对手通过能量 神圣去偷自己的印象 但这手 老乔反边连续的 垂直高跳 想规避掉对手的反鞭词 但是还是被走 不过能否带走 应该是伤害不够 血皮 还有机会 当我没说 那看下一回合 不好意思啊 没忍住 看下站在城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红丸 嗯 漂亮呢 开具圆武器 而且还确认到了 不愧是站在城 这边又是下盘点中 好 瞎活 然后边腿刺拳 边腿刺拳 可以 应该是一套带走了 哎呦 还剩一磁血 看一下海哥这边 阿爸没机会 比分2比0 那看下一局 担在城 手握三个赛点啊 这海哥想赢呢 确实是路漫漫 但是 对吧 肯定要上下而求索 还是能找到机会的 这局随到夏尔米 果断把玛丽 换成金家帆啊 我说的话早该换了 是吧 玛丽这个角色 确实 没有那么强 或者说没有大家 想象的那么猛啊 也是中规中矩的 一个角色 看罗伯特版边 哎呦 这手 右臂被加薰了点中 两边刚开局 感觉这个节奏 都比较乱啊 还鞋 不允许CD的 没错 看一下海哥 能不能稳住 对吧 自己要面临剃头了 而且对手是战天城 跳起地抢空 漂亮 在这边小跳 想变头 反而变头 打吸头 漂亮 没了啊 哎呦 隐藏直接对吗 可以 真的成这手隐藏 帅些 我以为会选择 这个闪猎腿循环 这是最稳的 但是没有什么观赏性 看一下海哥 这手 八神能够稳住 小跳摆出的漂亮 小跳过头 这波不时务 是可以一套带走的哟 稳 哦 又可以 很自信啊 葵花三世直接砸 但是我的话 肯定取消一个八之女 对吧 只要是没砸死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定时炸弹 双方八神内战 一场下A两点 葵花取消BC 走 武藏又开始了 我又又开始 在连弹里带着跳跃了 哇 这八神也能打浮空连吗 太秀了吧 东龙取消八之女 那再来柴花 虽然说这套伤害不高 但是观赏性确实很足 看来战斗城已经玩嗨了 没错 大局在握 确实是非常的放松 看海哥能否立挽光蓝 跳地高打地 那这手八神 如果打不出东西 就感觉很难了呀 那海哥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金家藩 希望他这是一个秘密武器 对吧 绝活 但这些高手呢 金家藩基本都是练过的啊 起码都是会打的 天天钻当 但是形成一波相杀 好家伙 这八神跳进力向 判定竟然这么宽啊 强行开BC 完了 这海哥没了吗 但连个数可以 可以下一场到BC 漂亮 我的回合 看能不能一套带走 哎哟 秒杀 漂亮 不死还有一个霸气角 海赛甘德城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胜负再次一局了 对吧 赢了这一局 还有希望 看一比了玛丽 玛丽这个角色 可是海哥的主力之一啊 相信海哥是很有心得的 嗯 六位中在 防得很稳 所以不愧是 玩玛丽的高手啊 完全猜得到 对手想做什么 看自己的血量 还是很少 反配应则 对手原地随之高跳 二比只能挥避 但这边前前 还是对手到 一比前跳的 呃 错失位运向 对吧 可以说是一波巧合 但是找到机会就可以 带走 一分二比一 还是有机会的 翻回一番啊 吹息反光的号角 没错 看双方这一局 角色如何 哦呦 是战天城有一个赛斯 赛斯肯定首发 对吧 这也是我们说过 无数次的 对吧 这些顶尖高手 随机到赛斯 基本都会放在第一个 一旦残血了呢 就可以无限地 裸那个隐藏 对吧 而且不犯规 真的是田击赛马的 巅峰水准 对吧 赛斯这个角色 完全可以以小博大 而且这个角色 非常的有威慑性 空中的圣扬角啊 空中变鬼啊 都很有可能 去破对手的防御 反鞋已过 可以秀允藏了哟 海哥一定要小心 这可是战天城 嗯 但这个东杖 好像不要命一般 就是进攻 没别的 就是进攻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这好像真的是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啊 而在这边连跳进攻 中断反而被揍一趟 打点太高啊 双双杀肯定是 而占一点波二则 好连这头被拆 完了 但是没关系 最后踢一脚 漂亮 可以的 战队城这边 就是跟你玩心跳啊 这都行 最后一秒 零秒血杀 是吧 看下一批 可以放隐藏 这八神一定要 很小心才行 嗯 跳CD 漂亮 前向一跳指令头 即使战队城裸AB呢 这个解锋也会自动追踪 没错 在指令头面前啊 裸AB肯定是没有用的 看下战队城这手 卖拙 东方来到同一起跑键 但是这边战队城 率先打开局势 来 可惜的是 这一局战队城 没有秀琴那个隐藏 对吧 这一套三两套死 伤害非常可观 好逆一下 但这套PC没有确认到 2P 葵花1是单点BC 但是对手是属于 浮空状态啊 可惜了 但这波反应速度 还是很快的 对吧 看一下这边 最后一个心下翻 嗯 哎哟 这条C跑起身近板了 难受 好的 这套PC带着连段数 刚才上东方稳住 先做一波 区域性的巨址 对吧 不让人家板边压制我 这波做的特别到位 这套PC能否带走对手 哇 这套应该是没了 天国之门 走 带着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最后一波64连 太帅了